最近两个月以来国际油价在不断的降低 低到什么状态 大概70美元一桶了 比今年2月底俄乌开战之前的油价还要低 国内的消费者其实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因为过往几次成品油调价窗口到来之时 我们的油价都是降低的 很多城市的油价已经回到了60代70代 马上12月19日年内最后一次调价窗口 又到了这一次油价会继续的大跌 按道理讲过往两个月以来没有什么好的消息 尤其是中东那面欧佩克家国家还宣布了减产 然而即便你再减产油价还在降低 可能更多的人关注未来国际油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影响国际油价的因素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黑天鹅 那就是俄乌战争 今年2月底俄乌战争打响之后 整个世界都遭遇到了能源危机 尤其是欧洲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暴涨 这个我们非常能够理解 一方面本来打仗就要消耗很多资源 所以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提升 另一方面俄罗斯是能源大国 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长久的供应欧洲 可是俄乌开战之后 欧洲要拒绝俄罗斯的能源 因此很多人担心 这个冬季将使得欧洲非常的寒冷 这个冬季也将使得全球遭遇到能源飙升 带来对经济的影响 然而经历了十个月的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讲 已经利空出尽了 全球对于可能带来的能源风险 已经做好了抵御 反而油价降下来了 就在前两天 欧盟各国联合出台了一个 对俄罗斯出口石油的上限定价 这个定价出来之后 非但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 双方撕破远皮了 国际油价飙升 反而各方更加平静了 国际油价还缓慢下跌了 这是为什么呢 欧盟给俄罗斯出口石油定价呀 这是一把软刀子 欧盟其实也清楚 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又是一个大国 人家能听你指挥吗 你告诉他出口石油价格多少 他就按这个油价来 那怎么可能啊 所以当这个消息传出来之时 俄罗斯是表示强硬反对的 俄罗斯说绝对不可能遵守 你的那个上限定价 而且干脆就不把油卖给你了 以波兰乌克兰为首的很多国家 当时提了一个方案 说我们把这个石油出口定价定的多少合适呢 定在40到45美元 为什么 不然说 因为据多方测算啊 俄罗斯开采石油的成本 每桶大概就在40到45美元 把这个上限价格就定在这儿 可以使得俄罗斯在出口石油上 一分钱都赚不着 而且你还会继续的出口石油 这样一方面保证全球石油供应的稳定 另一方面不让俄罗斯赚到钱 使得他没有钱把这场仗打下去 然而以德法为首的欧洲其他国家非常清楚 这是一种撕破脸皮的定价方案 你如果定了这个价的话 那等于和俄罗斯没有回旋余地了 你不让俄罗斯赚到钱 人家有可能狗急跳墙 所以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之下 最后把这个价定在了60美元一桶 这个定价消息传出来之后 市场上反而有了足够的信心 因为大家真害怕你把这个价定的太低 导致俄罗斯根本不出产石油怎么办 现在好了这个价定完之后 各方是长出了一口气呀 说实话国际石油价格 现在已经低到了70美元左右一桶 跟欧美给俄罗斯定的60美元 已经相差不多了 更关键的是俄罗斯出口的乌拉尔原油 现在本身就连60美元一桶都不到 也就是说俄罗斯想多卖钱 那都卖不上啊 所以自然会保证自己原油继续出口 那么因为俄欧斯破连 俄罗斯不出口石油 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 继而油价飙升这个情况就不可能出现 而另一方面 为什么最近两个月以来 全球油价持续低迷 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不好 导致对能源需求骤降 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拜登总统派了好几拨官员去游说沙特 甚至不惜亲自下场 要求沙特增产石油以平易全球油价 然而沙特就是不为所动 现在看土豪国人家是有测算有准备的 虽然几个月前油价比较高 但是那个时候沙特就提出啊 未来世界经济情况不好 很有可能油价会持续下跌 所以欧佩克家国家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减产 每天都减产200万桶了 油价还在持续下跌 幸亏当时他们没增产 疫情已经三年了 虽然从表面上看 欧美各国似乎早就没有什么疫情的新闻了 好像他们应染尽染彻底躺平之后 疫情对他们已经没有打击了 但实际上这些国家每天还有大量的人在确诊 每天还有大量的人死亡 他们到今天各项防疫措施也没有全部撤掉 而且病毒还在蔓延 也就是说疫情对于经济的打击还在 甚至有些国家那个经济真是缓不过气来了 所以啊 全球性的经济低迷刺钱 让多位政商名流都保持悲观情绪 比如说全球首富马斯科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表示出 2023年的世界经济有可能遭遇到重大麻烦 前景的不乐观导致对能源需求的减少 所以油价越来越低 尤其是俄乌战争现在还没个头呢 战争对于经济的破坏非常严重 未来欧洲经济岌岌可危 那么自然对能源的需求也会减少 所以我们看到中东国家在干什么 过去一周 我们相继和中东国家举办了中沙峰会 中海峰会和中阿峰会 尤其是对于中东的诸多产油国而言 他们非常清楚 未来他们的能源要卖给哪个国家 卡塔尔着急忙慌的跟我们签订了长达27年的共气协议 沙特等一众国家也同意未来用人民币结算石油 是的很多国家都看到了 2023年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恐怕就在我国了 我们现在已经调整了抗疫的措施 可能两三个月之内各大城市都会迎来确诊的高峰 然后我们会度过这波疫情 重新开放经济 到那个时候我们对能源的需求会增大 我们将成为中东国家的大金主大买家 所以他们现在就要着急赶快和我们达成协议 而最近几个月全球经济的前景不明朗 我国各大城市还处在抗疫之中 因此国际能源价格恐怕还会继续降一段时间 大家别忘了2020年疫情之初 全球油价是跌到过三四十美元一桶的 现在价格还是当年的两倍之多呢 那么全球油价的急剧下跌 对哪个国家的影响最大 我想恐怕真的是俄罗斯了 今年年初有经济学家就测算过 说如果2022年的全年平均油价 能维持在90美元每桶的高位 那么俄罗斯中央财政将额外增收超过500亿美元 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俄罗斯一年的军费 2022年上半年国际油价确实非常高 甚至飙升到了120、130美元一桶 然而现在国际油价只有70美元了 俄罗斯出口的乌拉尔原油连60美元都没有 这真的是接近于俄罗斯的开采成本了 所以很显然由于油价的骤降 俄罗斯中央财政的收入将大打折扣 而另一方面战争还在继续 俄罗斯还得不断征兵 俄罗斯国内的兵工厂还得开足马力生产武器 毕竟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一下国际油价不断下跌之后 俄罗斯中央财政将多么的窘迫 而且即便油价低啊 你也未必能卖得出去 为什么 传统上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都是卖给欧洲各国的 现在欧洲各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不单给你设定这个油价上限 而且不买你的能源 这可就是个麻烦事了 虽然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可以卖给印度 卖给我国 卖给很多东方国家 然而转向不是那么容易的 天然气是需要管道输送的 利用北溪管线往西游卖很容易 可是你要往我国卖 你得重建很多管线 要耗费巨资 而且要花很长时间 还有石油 俄罗斯的石油要运到印度 你是要走海运的 海运的成本是很高的 今年三四月份 国际油价动辄一百二三十美元一桶的时候 俄罗斯可以打个七折给印度 一百美元一桶 印度还非常高兴的接纳 而且加上运费也合适 可是现在呢 俄罗斯自己出口的乌拉尔石油 连六十美元一桶都不到 不论他原油也就七十美元一桶 印度如果去买中东的石油 相对而言运输距离短 运费低 还不受美国指责 可是如果买俄罗斯的石油呢 除非俄罗斯给我打个狠折 而且自担运费 但是刚才我们说了 俄罗斯的开采成本都四十五美元一桶 你总不能让他赔本赚腰货吧 所以最近几个月以来 印度都不怎么买俄罗斯的石油了 不是印度不愿意啊 是因为俄罗斯不愿意赔本卖啊 长此以往下去 如果国际油价再降的话 一方面欧洲各国不买 另一方面卖给东方各国要打折 要自掏运费不划算 那么俄罗斯的能源收入 就绝对要大幅降低了 这对俄罗斯而言 恐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至少半年之内吧 我们还看不到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 恐怕未来半年之内 国际油价都会在低位运行 2020年之初 当国际油价低到三四十美元一桶的时候 那个时候 俄罗斯卖石油就亏本啊 所以俄罗斯的经济是捉襟见肘的 俄罗斯中央财政要拿出大把钱来补贴政府支出 幸亏在此前几年 卖石油还攒下来了点家底 然而现在俄罗斯要面临的危局 比2020年之初还要麻烦 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没有战争 没有额外大幅的战争支出 所以对俄罗斯而言 前景真是不太妙啊 如果国际油价进一步下跌 没有足够的卖能源收入 俄罗斯还靠什么能支撑的住这场战争呢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